大家好,欢迎收看 华文字幕长 我是陈老师 我是王徽生 我是鄂永琪 我是彥彤 我是彥彤 我是远建 同学们,你们知道2月14日是什么日子吗? 情人节 啊,这样想就知道啊 当然了老师,我们人小鬼大 虽然我们没有个幸福,但懂得都懂 对啊老师,感觉这个节目比新年还要重要的 可是这位老师新年一忘记什么 有这样严重恐怖可怕吗? 哎呀老师,你不会懂我 情人节肯定是关你到爱,对不对? 那么你们懂得爱的意思吗? 现在老师,要你们每一个人放出我一个例子 爱对我来说是 是当我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都不会骂我,打我 而很耐心和信心地记住 而很耐心和信心地记住 不要打我 你好幸福哦 我会打收到的是学校的老师 一个老师要面对30或40个选择 但还是寻学上就得了解到道 这简直就是大碍啊 在查查试的时候 我见到一位老奶奶都在买皮秀 可是很多人都不跟她买 我觉得她很可怜 只到有一个人跟她买 我觉得人间是有爱的 我玩吃鸡油鸡的时候 被敌人搜导 但是没把我搜寻 给我的队友有机会救活我了 让我有机会和我的队友并肩作战 这种行为何止大爱 何止人间有爱 简直是人生处处有真爱 同学们都很棒 都能够给出老师很多爱的例子 除了你 爱这个字其实是很难以理解 很难以做磨的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明白 爱是什么意思 但是 我们只是明白了爱的表面而已 它不像华文这样 可以有着很明确的答案 很直接的回答 好深啊我 但我相信 哪天我有了我爸爸妈妈的感情 我就能理解 同学们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和爱有关的华文知识 首先 给老师有爱字的四字成语 爱不思考 相亲相爱 敬老爱用 爱是很明 爱无极无 爱莫能住 洁生至爱 爱如潮水 蛤? 爱如潮水也是成语吗? 不是吗? 爱如潮水的意思不是指 爱如潮水帮他涌来吗? 不是的同学 爱如潮水顶多是一句歌十八道 原来不是 幼儿潮水行的东西了 大家都很不错哦 都能够说出很多有爱字的四字成语 接下来 我们再把团固提高一点点 请给我和爱同样的拼音 但是不需要同样读音的字 并且告诉我 你说的那个字 是属于第几生的读音 然后再给我一个造句 老师我不能把他给一些例子吗? 例如矮 矮小的矮 同样的拼音都是AI 但是是第三声 然后造句 弟弟比哥哥矮小 以此类推 来 同学们 谁想要先回答呢? 老师我 不要开玩笑了 大家认诚一点 来 恩童 I第一声 今年要到了 我把房间 I个清理干净 老师我 好 我用刚才恩童的 I 但我是第三声 I打 好 今年要到了 我主顾着玩手机游戏 没帮家里打扫 原部两位被 I 骂一顿 这个很好 这个例子很好 一个字两个读音 就变成了不同的意思 原来如此 又学会新的东西了 老师到我到我 爱阻碍障碍 成功的道路上 总会有很多障碍 但是我们必须勇敢的 跨越过去 哇 这个不错哦 老师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来 友情 这次轮到你哦 和爱可亲的爱 邻居家的老爷爷 非常和爱可亲 同学们 你们知道和爱可亲的意思是什么吗 知道 来 你来说说看 和爱可亲的意思是指 人 态度 温和 性格 善良 容易 接近 同学们 你们的表现都很棒哦 老师对我们的表现都很满意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记得要 按赞 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 拜拜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怎么可能 我们还有小惊喜呢 我的爱如潮水 爱如潮水 将我向你推 紧紧跟随 爱如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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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将你我包围